Banana Chacha Banana Chacha Banana Chac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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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Banana Chach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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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ana Chacha Banana Chacha 大家有否留意到今天有一個全新的背景呢? 全新的背景意味著有全新的系列要出現 試完就是這樣 我每次在IG開Question Box的時候 都會收到大家很多這類的問題 Helen,可不可以分享下你的 小國子專屬穿搭秘訣? Helen,你有沒有推薦的SHOT? Helen,你有沒有推薦的衣服? Helen,小國子如何穿 才可以顯高顯瘦? 拜託,你一個好鐵鐵分去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 跟大家分享下我的專屬 小國子穿搭秘訣 YES YES 今天我就配了總共7套的 花學OTD給大家 通常我買衣服都會買CP值比較高便宜 但質地是OK可以穿得久的衣服來穿的 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的行李是經常性被我在日本新買的衣服 塞到很爆滿 我相信你們很多都是這樣 有誰去日本不是買衣服呢?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日系品牌的衣服 其次就是 在日本買衣服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網購入牌的品牌 在分享這7套的OOTD的時候 我都會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私心收藏了很久 一個很喜歡的 日本品牌網購品牌 就是Fazbee Fazbee網站就有 1600個日本和國際的時尚品牌 我自己穿搭的風格 一直都比較百變 Fazbee是好色的網 因為它上面 基本上大家想找的風格 都可以找到的 另外就是它連泳衣都有買 這件事我是真的很驚訝 這個網站很過分的一個點 就是它的衣服會跟著 季節性去轉變 我會說轉變的速度 是超級無敵快 可以說我上個星期 這個下個星期 它可能已經是換走了 所以它完全是迫使 選擇困難症的雙子座 去購買了所有它的選擇 它所有的現貨 一個星期就可以到香港 還有大家是不需要擔心匯率的問題 因為全部衣服都是用Yen去買單 大家如果是用信用卡付錢 就可能要留意會有手續費 其實在用Fazbee之前 我經常會透過香港的一些IG店 去買日本品牌的衣服 可能買三件衣服 就已經$1000多 但用Fazbee的話 其實基本上 你$500內 是絕對可以買到 三至四件單品 對我來說是更便宜的選擇 而且你每一張單 它是不會限重量的 它是1kg也好 10kg也好 你只需要付$1400的運費 就可以運到到你家 當然我這麼喜歡這個品牌 就要給大家看影片 去入坑 所以在片尾和描述箱下 我都會寫我的運費折扣專用碼 記得記得看到最後 去連結購 Fazbee的網站 這麼多品牌 上一分鐘說喜歡這個品牌 一下一分鐘就離開了 所以我每一次用Fazbee的網站的時候 我遇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就會立即按旁邊的心心 去到我的最愛品牌這個頁面 直接去看我知心心過的品牌 加快點這樣可以選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今次真的很辛苦 才能選到這7套OTD出來 超級想買了我所Save的30000連結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私心又感心心的3個品牌 第一個就是Koka 如果有在日本走開百貨公司的話 都一定會看到Koka的身影 是真的無處不在 她的衣服的設計是偏簡約封 很多衣服都是偏大地色套 如果大家想搭配有layering的衣服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 另外就是她也有些休閒封的衣服 例如說Cat毛 純色簡單Logo的T 所以身為學生的大家 如果平時想頹外外 但又不想過分地頹的話 Koka的衣服真的太適合各位 第二 classical elf classical elf 日系和韓系風的衣服都有 這個品牌有很多很好看的偏大外套 另外我很喜歡她這個品牌 有些輕微雷士設計的衣服 還有很多透視的打底 這些衣服我自己認為是很百搭 襯layering的時候是must have的item 第三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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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間的那七套OTD 有很多單品都是來自這個品牌的 就是non head 她的風格完全是大家最近很喜歡的Y2K風 差不多每一件單品我都很想買 很重的看 她這個品牌和前面COCA classical elf不同的位置 就是她所有的色調都偏暗 大部分都是黑色灰色藍色 設計也是比較偏短 平時我們少個子 想拉長腿的比例的時候 都很適合穿這件衣服 事不宜遲 我們側拍開始 第一次是genora的衣服 這件衣服 調帶上身 然後再加一件 一件是genora的灰色 頭試打底的 這一套的風格是我從不少的風格 也是很想試的一種風格 我在第一次試衣服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很有驚喜 所以我也很想推薦這一套給 想轉一下風格 又想試一下是風的大家 這樣的顏色配搭會令到 整套衣服的色衷很簡單 然後她一個細節的位置就是 她的手這個位置 是由一個洞洞的位置 這樣黏著手指進去 另外就想說一下這一件 頭部 它的質地是有一點點透透的 而且上面是有一點毛毛的 所以就更加令我覺得 這件衣服的整個設計很特別 它的模型也很有特色 長度不會太長 就去到我大腿 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是剛剛好 另外她吊帶這個位置 大家都可以自由去調整 最後就是她後面的小細節 上身這裡就是有一點點收拾了 然後下身再配上 爛媽褲的話 就會更加獻去長所獻售 第二套一首偏型 有一個人格的Y2K封 就有這個 Long Hinge的Darby背包 有一點點水 黑色牛仔裙 下身這條牛仔裙 我真的超推給 理型身材的大家 它的Cutting是真的很好看的 首先她腰圍這個位置 不是做得特別闊 所以腰圍比較小的女生 都適合穿的 然後她後面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橡筋腰 所以其實她的腰圍都比較淡 所以穿的時候 就會很自然地有一個S-Line 她這條裙的設計 有一個小心思 就是她前面 這裡有一個開叉位 這條絕對是超級軟的 這個開叉位 就可以讓你在走路的時候 都會看到腳 另外就是這個袋 這個袋我是一言鍾情 洗水黑色的布料 再加一個大的Logo 所以大家如果想 有style一點的上學 但不想太高調 就絕對可以拿這個袋子 我背的時候 大概去到我袋子的位置 她也不會太大 但她也同時很適合上學 因為其實她是裝到很多東西 我現在裡面是塞了一本 也挺厚的書 還有一個水樽 所以大家如果想贏 少少回學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這一套 來到第三套 就是一套比較可愛 和不玩風一點的外套 這一套外套的重點 就是這件襯衣 就是Girrydor的紫色透視襯衫 我自己覺得夏天很適合 選擇一些比較適合的顏色 這件襯衫 它除了好像我現在這樣 綁起來穿 大家都可以剪起袖 或者放出來這樣穿也可以的 如果大家夏天的時候 不想穿背心出外套 我覺得很容易選擇這件 因為其實它是良好亂作用 但它同時是可以幫大家遮到手臂的容 就可以來到整個體驗 那我們 下第四套 第四套的外套 就是我平時私底下最常穿的風格 就是比較帥的 我也挺常穿這種風格的背心 肩膀看起來也會自然的 沒有那麼橫 看起來也會沒有那麼穿的 另外就是這件衣服 我現在就穿起了 但是如果大家張下擺 或在這裡放下來的時候 它是有這個優弱的設計 就是在穿低褲的時候 這樣放出來穿這件衣服 也會很好看 另外就是那條褲 這條褲也可以說是 這樣套外套裏面 其中一個最喜歡的單品 首先它這顏色真的很漂亮 它是最西藍色 然後再加了一點黃 所以整條褲看起來 就有一點Vintage的感覺 這件背心和這條褲 都可以說是 想尋找百搭衣物的大家 必須有心的 第五套 來到第五套 還有這一套比較公主封 日系封的 Outfit 我覺得出來的效果是 很好看 還有很顯示 這套Outfit的重點就是 這一件 Genoa的米白色 公主封 包包就 透視外套裏 我真的超級推介 這一件給嘗試一下 公主封Outfit的大家 大家是不需要擔心它顯示 反而我是覺得它很顯示 偏偏的 看到這件線 是有一點點性感 但是同時 都比較成熟一點 首先就是它這個前面 有兩個蝴蝶結 觸襲的前介衣 身邊的對象 他約會的時候 想試一下一些新的風格 我已經超級推介這一件 我自己會認同它是 灰港風的Outfit 首先就是這件 Genoa的灰色短板的外套 另外我很喜歡的細節位 就是它這個雙拉鍊位 因為它可以有兩種風格出來 這一件都是大家的百搭之選 如果穿上一套的白色長髮的話 或者整套Outfit就馬上變得很人體 另外也想介紹我現在背著的 黑色長髮型袋 看到它的感覺就會覺得 它很可愛 而且我個人認為這些純色的斜背袋 每一個女生 這裏面一定會有一個 超豐富的 而且大家不要看它這麼小 可以裝到很多很多東西 好 最後一套 這個星期的最後一套Elphi Andra就是Hepical Elf的運動豐富的褲子 會用白淡和舒適這兩個字 無論上身搭什麼單紋 可以看到它基本上都會用白淡 另外它的質料就是運動師的某種質料 它是很透氣的 它的索性位置還在裡面 有時候如果索性在外面的話 怕你會用打褲褲褲褲 你會覺得好像格格不一樣 它腹部的位置其實也有索性 可以別大家索性 覺得它有些太長 有些拖定的話 你們也可以索性 不知道 看完七套衣服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的是哪一套衣服呢 歡迎在留言說 我知道 現在用我的Discount Code Watermelon240 就馬上可以折減到1000日圓的運費 就是400日圓就可以把你選的衣物送到你家 Discription box那裡有連結的Discount Code 是限量的 所以就是先到先得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歡迎可以在留言說 讓我下次會更有動力 去拍這些服裝片給大家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